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向神 向有心神 尽随以心转 这经文很重要啊 我们今天居住的什么环境 那社会的动乱 有史以来 这个地球上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像现前这个动乱 历史上没有啊 地球上的这个灾病 我们讲自然灾害 也是过去历史上找不到的 源源从哪来的 我们现在的思想 与古圣仙仙的教会 与佛菩萨的教会 完全相反了 那造成 我们今天居住的环境 今天弘法 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艰难 没有人听 没有人相信 现在人相信科学技术 这个东西很现实 这个东西很现实 不知道做人 不知道做人 什么叫仁义道德 不知道什么叫仁爱和平 在佛门 无界是善 我们讲 三规无界是善 有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真正修佛 三规 无论你修学 哪个宗派 哪个法门 必须要遵守的 不遵守 三规 不是佛的词 我们学习尖教 一开头 先念三规 提醒大家 佛是什么 佛是自信旧 法是自信正 身是自信静 觉真静 六祖能大使 在谭经里面 为人守三规矣 他不是讲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他是讲 归于觉 归于正 归于尽 那个时候 佛发到中国七百年 七百年的时间 不算长 也不短 佛教在中国 沉船 逐渐逐渐 有了偏差了 要不然 能大使 为什么不教人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大家一定是 把这个 解释了 误会了 归于佛 就会想到 尼苏木调的佛像 归于法 就会想到今天 归于神 就会想到出家人 这个错了 这个与归于的本意 完全相悖 二是什么呢 二是归于觉真静 归于自信三宝 四月牛供奉的 佛菩萨 今天出家人 这形象 这叫 住持三宝 自信三宝是真的 三归于的意思 是让我们 从住持三宝 回归到自信三宝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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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